请问刊部 修家行是否可以为成佛 创造顺缘 前出违缘 如果可以的话 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原理就是比如说 它有很多的这些 杀到阴汪这样子的罪果的话 它当然不能成佛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 然后这些罪业的差异 参会的方法 虽然有很多方法 但是特别殊胜的一个 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就是金刚撒朵的方法 金刚撒朵的修法 所以通过金刚撒朵修法 去参会 参会的力量就不一样了 这一个 然后积累福报 不积累福报是不可能成佛了 积累福报的方法也是很多 但是这个当中特别殊胜的 就是一个是曼扎修法 然后曼扎里面 也就包括了这个 起之功的修法 所以这些都是大乘佛教的 积累福报的诀窍 诀窍特别特别有效的 那这些都在家心里面 所以就是参会了追果 然后又积累了福报 然后再加上上士瑜伽 上士瑜伽我们通过上士瑜伽的修法 然后获得上士加持 上士的加持也就很快就可以证悟 我们平时比如说上士的加持 这个秘法里面讲的很多 其他里面虽然没有讲的那么的多 但是比如说像禅宗的 很多很多上士的这些开悟 实际上就是他们的上士的加持 然后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法就证悟了 那其他人没有受到上士加持的 或者是根基本来就没有那么成熟的人 那他就不可能了 就不可能就这么简单 就可以这么简单的方法就证悟 所以最后就是这个上士瑜伽的修法 通过这个修法就获得上士的加持 这样子以后他就逐步逐步 方方面面 这个证悟的这些条件就越来越成熟 最后的时候再听一下禅宗 或者是大元曼就可以证悟了 原理就是这样子 比如说首先第一个 成佛特别特别需要忏悟罪果 忏悟罪果的最好的方法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金刚萨头 这个金刚萨头修法就在五家姓里面 然后证悟空心也好 成佛也好就需要吉利福报 那么吉利福报最好的方法 就是曼扎的修法 那这个就在五家姓里面 然后最后证悟空心 要直接证悟空心 或者是非常简单的方法 去证悟空心的话 那就是需要这个上士的加持 那么上士加持 就是通过这个上士瑜伽的修法 来获得上士加持 那么这个证悟也就是在这个五家姓里面 原理就是这样子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